下面一首 不敢張揚的快樂 對 然後我的歌 下一首叫做不敢張揚的快樂 然後 因為有時候寫完一首歌的時候 會不知道要怎麼幫他取名字這樣子 然後我就用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把第一句話 當成他的名字 對 他應該是叫我有一種不敢張揚的快樂 對 我有一種不敢張揚的快樂 就是有些人 快樂在心底這樣子 心底 對 為什麼要低調 你說為什麼要低調是不是 他可能就是有他的 像那個 我們不是很多朋友都快樂的很不明顯嗎 或是他難過的很不明顯 就有這種感覺 對 然後 然後 然後我就是想要 寫一個感覺是 我現在可能就是沒有很快樂 或是我現在就是很悲傷 對 或是我現在就是很 有一種某一種情緒這樣 對 類似 但我就是不想張揚 或是我想要張揚也可以 不張揚也可以 但是有些人就是會覺得 呃 我在講什麼 就是 就是 在張揚跟不張揚之間會很難取捨這樣子 然後 想要寫給的人呢 是 那種 呃 沒有辦法 呃 沒有辦法 怎麼講 我不會講話 就是可能沒有辦法處理好 或是 沒有辦法自主嗎 對 沒有辦法自主的某一些朋友這樣 那很孤單耶 對啊 他就有他的 可能有他的世界或什麼的 對 這樣我們可能不了解 但是 我們可能在旁邊陪伴他 也可以這樣 嗯 好 所以是脆弱的人 我 我嗎 我有某些會蠻脆弱的 那樣子 大家都是 你說什麼 大家都是 大家都是 友群 我聽到 沒事 我說大家都是啦 大家都是 所以你要不要叫大家一起唱 好 要 可以嗎 問我 他們說不要也沒辦法 如果你發現 你可以唱進去的時候 你就唱這樣子 太難了吧 好 超難 對 嗯 上半場可能就是 我的部分會比較難聊天啦 上半場我應該會好一點 好 所以大家再忍一下 好 這首歌是 呃 呃 對 好 我有一種 不敢張揚的快樂 好 不敢張揚的快樂 我應該會想要 我看你 對 我可以 你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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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啊 你給我 穿得很好耶 很厉害耶 我有一种不敢张扬的快乐 我有一种不敢说的悲伤 如一阵个夜晚喃喃自律 如情感与思想摆档 然后哭泣 我可以 在光明来临之间 助力风雨着夜 我可以 在黑暗来临之后 享受贫穷生活 尽管忧伤 尽管忧伤 尽管忧愁 合胜 尽管忧伤 冬雪 一种不敢说的悲伤 如一整个夜晚 喃喃自语 如情感与思想摆倒 然后哭泣 喃喃自语 喃喃自语 喃自语 喃喃自语 喃自语 喃喃自语 喃自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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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喃自语